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可能看到五字头的出现 想当年我168公分 58公斤 多么完美的身材 只比现在的林志玲胖那么一点点 可是自从20年前到现在 体重一直保持在60公斤以上 为了要看到体重记上 再重新出现五字头 这20年来的减肥奋斗室 真是偏偏血泪 请逐篮书 在这里举一个两个例子跟各位分享 20年前我刚生完宝宝 我都去了妹登峰 就是那个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第一次去的时候 为了要做记录 托光波 才是记总之说 还要站在这个刻了公分 还有画了格子的前面 照相 这个照片 照片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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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照片大家想起来像什么 像电视里看的那通级版对不对 而且还是个裸体的通级版 其中一个课程是 用保鲜膜 然后你全身这样子 吞 kosten Μ 让它困出来 像木乃aries一样 然后呢 穿一个像太空人 穿的太空衣 拉链拉起来 电流通上去 还热到全身冒汗 这个样子被整了20分钟以后 从内灯风出去 每一次最少有0.5公斤 这个就是他们所称的效果 就是回家以后一喝水 那个脱水的半公斤又回来了 所以同样是60公斤 前两人又觉得自己吃肥难受 又跑去报名了一个局检班 就是局部减肥 每次肚子被拍个哗啦哗哗哗 躺在那边哗哗哗哗叫 这是痛死的 有一天要回家被老公发现 啊 老的身上有密亲啊 不小心撞到了 这是花钱找罪受 对我难言 除了到姐培中心花钱受罪之外 平常一些道听途说的小秘方 只要听到一定试一下 其中有一项就是吃鱿鱼 那个鱿鱼像 鱷鱼 吃了那个鱿鱼呢 会排油 所以叫做鱿鱼 所以当你发现你想要排气的时候 千万要憋住气 不能放松 因为那个排出来的不是气 是油 所以还有一种比较健康的呢 就是吃地瓜餐 这个我会喜欢 尤其是那种用糖熬成的蜜地瓜 太棒了 也是为了减肥 只能吃真的 这只地瓜呢 它可以帮助消化 增加肠鱼动 很好 不过它的副作用 在这个人烟丑灭的台北市 随时都要夹紧屁 太难了 这很辛苦 我记得有一次 在美国的校园 一片秋风吹起 满地枫叶 这是太棒了 因为 因为我可以好好的 轻轻松松的 舒舒服服的 放个屁 以上这些 全属事实 绝无虚构 而且呢 是我这些 减肥实在中的 其中一二而已 再跟各位说个插曲 有一次 不晓晓谁传来的 说日本流行的 就是在手指头上 残一个胶布 就可以减肥 这种简单轻松度 不用按耳受动 又不要花大钱的方法 一定要试 最后有一天去银行 看到 柜台上的小姐 每一个人都吃个胶布 白色的胶布 给我大家笑成一团 有一天 我跟我回去 白包包吃 逛街买衣服 走着走着 大概逛到第四层 出了电饼梯 看到 每一个摊位 钻位前面 有一个 不服太太 胖胖的妈妈 model 大家也看过吧 我一看 就转身 跟我老公说 这层的蚂蚂要逛 都是我爸上的衣服 我老公说 亲爱的老婆 你自己也是我爸上 这句话 真是伤了我的心 可是也惊喜了 我这个目中人 人生就是如此 岁月不停地断成种 每一段都用每一段段的美丽风景 小时候的天真无邪 年轻时候的青春洋溢 中年的成熟 辅媚 跟老年的位置经验 都是我们要珍惜的 现在 我们应该把精力 不要只放在外表上 一定要努力地充实自己 这才是防老的地方 总而言之 年纪大了 经验多了 阅历也丰富了 可是 有一样我不想要的也多了 就是 我身上肥肉 所以 为了越人越急 我决定 还是要点肥 目标朝 五十条前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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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